从全职的家庭主妇利用子女出国后的空巢旗 一步一脚印实现绘画的梦想 粉彩是一种绘画原料 通常制成笔形 所以又称为粉彩笔 有时为了与油粉彩区别 优称干粉彩 粉彩起源于18世纪 主要用于绘制粉画 有很强的覆盖性 色彩明快 颜色种类繁多 在任何粗糙的表面 例如素描纸 黑板 石头等都可以绘制 笔触类似油画 作画方法则和水彩画一样 先薄厚厚 先浅厚深 不论是软直或硬直 粉彩笔都是长条形 或像铅笔一样的造型 它既可以作为素描的工具 也可以直接用来创作 从柔软的线条到丰富的肌理效果 都可以做得出来 粉彩虽然没有油画水彩的普及 但粉彩的便利性却是油画和水彩无法给予的 藉由创作粉彩的乐趣 风景 花卉 人文生活等 希望能够分享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 十方新闻记者来 在英荣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